我们搬露珠的时候 排了二十多分钟 在二十五层 哇塞 哇塞 嘿 挺大的 哎呀 厕所挺大的 诶 双床吗 哦 对啊 我 诶 是真的 哇 风景 哦 这个风景好诶 哦 这个是什么 巴黎铁塔 这还有迷你的巴黎铁塔 你不知道澳门有巴黎铁塔吗 我不知道 你背后就是红灯曲一样 你背后就红灯曲 可好看了 来来来 今晚怎么睡啊 我睡着 我呢 你睡着 就分船睡了 哎 特别是这个房间的这个灯光 哇塞 这是你喜欢的红灯曲嘛 我知道 不是 红灯曲的灯不是这样子 哎呦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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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 一不小心喜哥露像了 我比较喜欢这里 怎么这么快就变啊 昨天那一家就是小嘛 嗨 走啦 等一下 吃饭去了 等一下等一下 你再帮我拍一张 我们来做新豪影会的八字摩天轮啊 其实摩天轮这里的风景不怎么样 远处的风景 还不如在上海看 不知道为什么要跑到澳门来做这个摩天轮 我玩吗 我都不知道怎么拍啊 就是摩天轮的 就很丑啊 嗯 拍这个吧 拍它是怎么工作的吧 皮特已经沉迷在 还没有天轮到 转工作中 不可自拔 我感觉啊 我这个钱白花 然后就蹲在这里 干什么事啊 花了钱呢 嗯 已经结婚了 那就不要来做摩天轮 没有意思啊 KID你拍我一句思想干啥 那也不知道 我就想拍 就感觉这个好像很多母体的感觉 就是一个个的母体 然后又有不同的人 一直有人进来 进到母体 带KID来吃太顶峰 其实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吃 小笼包这种汤包这种东西 但是KID特别喜欢吃 所以太顶峰再贵 也要带KID来吃 吃饭 吃饭 上面面好软 有点腻 可以了 吃过一次就可以了 直到它是这么一个玩意儿就行了 可是老老实实的是我的 猪肉小笼包 四个吧 不会再吃了 我只会吃我的猪肉小笼包 刚刚我们吃了最贵的鼎太风的小笼包 味道虽然没有最好 但是也可以吃一下吧 毕竟如果你在赌场里面赌完之后出来肚子肯定饿了 蛋仔这边的酒店呢 比澳门半岛的酒店更大更气派 如果你选择来澳门这边赌一把的话 可以住在蛋仔这边的酒店 它可能会住的更舒服一些 OK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晚安 我们就为了吃这个蛋塔 走了半个澳门了 大半个澳门 哪有 一公里 一公里 我怎么觉得走得好远 它这个皮没有像昨天那种粘的我牙齿那种 就一咬就碎碎的那种 很轻薄 表面有一层胶的 底下有一层胶的 它的皮超级薄 全是蛋塔在里面 皮就一点点脆脆的 里面的蛋呢 就感觉很新鲜 新鲜出炉的那种炖蛋 炖蛋 炖蛋 里面就很像炖蛋那种感觉很嫩 它4.5颗星嘛 我又买了个大理来记的猪扒包 菠萝猪扒包 然后本来我是拿着这个猪扒包想去找一下 那个有能吃面的 有饮料的 一边吃着饮料 吃着面 然后一边吃着猪扒包 但是他们这里叫店 每一家店都不准我带猪扒包进去吃 然后我就只能在路边 蹲在路边吃了 妹妹那家好吃吗 嗯 但是猪扒有点干 那菠萝包呢 对啊就是菠萝猪扒包 随便灌一灌就ok了 小吃随便吃吃就好了 不吃也没关系 不吃也不会后悔 吃了才有可能会后悔 在大牌坊那边呢吃那个猪扒包 然后来观野街呢吃安德鲁的蛋挞 一定要吃安德鲁的蛋挞 我们把行李寄存了 然后起来一顿到威尼斯的距离很近啊 只要走一个天桥就到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威尼斯人了 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个24小时不会日落的天空哦 你看他们楼上啥都没有好像 假的 哎我跟你讲我真的不喜欢这种感觉 那个窗户也假的 那楼上不能散去 都是布景 都是布景假的 模型布景 电剧惊魂啊 就是那种美国那种那种 那个故事里面也是这样的 还有蜡人蜡人 那恐怖片 蜡人 什么博物馆 威尼斯人呢就是意大利的 那个威尼斯的迷你版 室内迷你版 我们来这里主要就是 坐一下这个贡多拉船的 走吧 买票去 你如果没什么想拍的镜头就不做了吧 不做了吗 来这里不就是为了做船的吗 好吧你不想做就不做了 我又无所谓了 这个船感觉就像是 在动物园 然后给别人看那种感觉 好吧好吧 那我们现在去干什么 现在啊 现在 去逛下商场 嗯 去看看包 嘿嘿嘿嘿 不 157块钱的船不做 就去为了省点钱去看看包 然后Kit不打算做了 拍点镜头就当做过了 虽然这里的天空配的是蓝天白云啊 但是整体的感觉还是比较压抑 没有那种阳光灿烂的感觉 很多人来这里可能是为了拍照好看 其实但是这里拍照其实还是挺有难度的 我现在就真实的还原了这个地方的一些环境 如果你们想来拍照你们就慎重考虑一下吧 走吧 走啥 我鞋子呢 我狗屎 穿着狗屎的鞋子走走走 先去赌一下再去买鞋了 赌钱赌没了呢 说明人家狗屎财都不够多 哇 哈哈 先去赌一下再去买鞋了 赌钱赌没了呢 说明人家狗屎财都不够多 哇 哈哈 鞋子就正常的皮蛋 但是它这个辣椒 挺好吃的 红油超索还不错 因为我一直在他们这里 在澳门吃的那些超索啊 云吞啊 混醉啊 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来到澳门吃上海蟹粉餐包 看超级多 那它皮真很薄 嗯很薄 皮薄肉大 想吃肉夹馍 比今天的做法不好吃 它肉夹馍的那个肉啊 咬的都会有汁水流出来 今天这家电影区呢 嗯 又是米星人推荐的一家 我们说回来说 他们两人都推荐的是一样 你们猜猜刚刚我们输了多少钱 500块 我们就玩了一些老虎鸡 没有去玩那些发牌的 我们这次的澳门之行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总结一下吧 像我这种对赌博完全一窍不通的人 什么打牌要为你一窍不通的人来说 我只适合在澳门泛岛 这边完全就是我觉得好无聊啊 但是但是来澳门主要就是为了赌博嘛 啊不是 但是来澳门主要就是为了来娱乐场嘛 说说你的心声 哈哈 我们希望你们每个来澳门的人都可以赢 不要像我一样 澳门的小吃什么猪扒包啊 牛茶啊 蛋挞啊 其实你花半天时间就可以把它们逛完了 吃完之后呢 你们就不要再去吃了 已经太麻烦了 而且小吃的 他们那些路边它口味吧 也不是很固定 比如说猪扒包 我们就两个地方的猪扒包完全口味不一样 好了我们的澳门之行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我们吃完饭之后呢 就会去机场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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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